今后一年 前述不完备 牛年最应景的伴手梨 后面呢 后面才是重点 为什么要叫它是柴鸟呢 因为它后面有个柴 而且还有一只小牛在上面哦 今天要来教大家 做这一只招柴的金牛 因为它的特色有 金色的嘴巴 还有金色的招柴铃 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制作了 所以我们车已经把副车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剪 旁边的缝份把它剪 剪掉哦 虽然是车缝 可是缝份还是要留 大概0.3公分左右 这样搬过来 我们在三年化的时候 才不会把它筛破 然后呢 刚刚还要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要车缝的时候 要先在这个布上面 给它们有一个开孔 这个的功能就是要干嘛 塞年化 那我现在已经 车缝的时候 我已经先开好这个洞 所以我们现在翻就很简单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翻过来 那当然这样不好绘 翻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有工具的 好 这样讲一下 我们的筷子 筷子是最好的工具 筷子可以拿来吃饭 也可以拿来塞年化 那我们翻过来的时候 布有一些 它会有点没有那么漂亮 这样我们可以用这个筷子 来把它再润过一遍 让它的脚部啊 可以碎一点 让这个嘴巴可以圆鼓一点 嘴巴的形就会比较漂亮了 好 因为它是金色的布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 感觉上没有很果然 但是呢 等一下 我们筛完棉花的时候 它鼓起来就会变得很漂亮 我们刚刚嘴巴的金结 已经翻过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剪 我们牛头的红份哦 好 那我先剪给大家看 好 就照着我们牛的 牛头的形状剪 那一样呢 留0.3公分左右的红份 那我们就把这个牛头的 牛头的形状都剪出来 那因为牛的这些弯弯脚脚的地方 会比较多 所以呢我们还要拿这个小剪刀 来把它剪一个牙口 这样翻过来的时候 这边这个牛这个比较有 脚的地方可能会 抄进去 会痘痘的 很好看 好 那这样我们就给大家看到 不能剪太进去哦 差不多这样子 我可以把鹤剪太深 因为剪太接近那个线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帮过来 塞碗梅花就破掉了 所以这个牛头很弯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牛角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把鹤剪太深 然后我们可以把鹤剪太深 那一样我们在刚刚跟鹤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车口之前我们先把鹤骨的开口 这个也就是为了要帮鹤三年花 然后我们现在来帮给各位看 怎么样 怎么样用我们的筷子 好像我们的工具 但还比较好 拌 然后看只能发挥掉 的功能 使台湾过来之后呢 一样 你可以用这个筷子 这个牛的 牛头的轮火呢 把它顺一遍 然后再 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可以把牛角 牛耳朵搬在那裡 而且一樣是有送過一遍的時候 牠就會變得很漂亮 另外一邊的牛耳朵 然後再來呢 就是牛頭 牛角 牛肉頭 牛耳朵 牛耳朵 我覺得牛耳朵很細 其實還好 翻過來就有地球 如果覺得牛耳朵不尖的時候 還可以等下就跟牠挑一下 那牛耳朵就出來了 那有時候 牛耳朵如果 車子比較開的時候 比較寬 它翻條因為 車子也翻過 牛耳朵一樣可以整線 好 那我們的牛耳朵就出來了 好 一隻牛耳朵已經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教大家 塞我們的牛耳朵喔 好 跟我們 四個腳 好不好 兩個腳 兩個耳朵 我們要先把它塞嘛 我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這個筷子 因為我筷子的前緣 我有把它修得比較尖一點 比較好用 那沒有修過的就像這樣子 會比較頓一點 好 那因為修得稍微尖尖的是 我們要塞一些比較 然後 那個牛耳朵的地方 比較細的 才比較好塞 那這個 棉花不是這樣 一直裹進去 因為這樣一直裹進去 會塞不大 所以呢 我們要教大家 捲棉花 好 我們用筷子 然後底部 這一點這些棉花 好 然後呢 就是這樣子 捲起來 捲在我們的筷子前面 然後呢 我們就從這個 開孔的地方 從那個開孔的地方 把它往裡面塞 先把這個牛耳朵塞嘛 好 好 因為我這個有尖尖的 它就比較好 那牛耳朵就比較 好 牛耳朵就比較漂亮 那不夠的時候 我們在哪裡 那一樣 就把它捲一捲 把它塞出來 那這個棉花 是因為它 不是純棉花 它這個有加一點鋸質 所以它這個棉花 有點滑 這個牛耳朵 一定要把它塞得很滿 這樣子你才會有精神 好 這樣就要讓 一個很漂亮的牛耳朵 牛耳朵都出來了 好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邊的牛 很多 每一個人做的時候 自己可以去稍微 注意一下那個 體積 還有整個四個地方 那接下來 棉花不可以這樣一點點 因為 我們這個開口 那不要以為說它很小 就 不好塞 因為一點點進去的話 這個牛的 臉 臉型就不會浮浮的 會這樣一腿一腿 所以呢 我們為了要讓它能夠 飽滿圓滿 所以我們就是 棉花 就一大坨進去 大概一個量 讓我手上抓的這個量 這樣子 讓它整個 這個臉部可以充滿 來那我們開始來塞喔 那塞的時候是有技巧 一整坨不用 不用怕它會跑出來 棉花是有彈性的 它會這樣亂跑 那沒關係我們就 一手要把它頂住 大拇指一直往裡面塞 好 十指也一起 那我們左手就把它扣住 那先 往裡面塞 好了 棉花跟棉花很難嚼出來 所以我們自己要找方法 前面塞把它往後面塞 然後最後把 沒有的下巴也要塞滿棉花 看到那一大坨的棉花 已經 漸漸的進來 到它的臉了 我們最後 最後 要用你的筷子捧住一下 先把它下巴的地方 用筷子回過來 先把下面這邊充滿 既我們的臉 塞好了之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重點 棉嘴巴 棉嘴巴也是要來塞棉花 也不能說 因為它嘴巴很小 棉花和林漾 這麼一大撮 都把它捲一捲 然後進來嘴巴這裡 如果有開口 太巧我們也可以自己剪大一點 用這個腹 就跑 手一定要把它摳住 一坨進來了 那我們一樣四周先給它充滿 盡量讓它橢圓的嘴巴 可以呈現 所以棉花可能還要再塞 剛剛棉花還是不夠 那我們還在塞第二次 第二次另外一邊還沒有滿的時候 我們一樣往另外一邊 把這一坨棉花全部把它塞到 棉花的嘴巴裡面去 好 最後呢 已經把全部的棉花都塞進去了 好 它又稍微會 會露一點出來 那我們一樣 要把它 盡量把它塞進去 好 好 這樣一個牛嘴巴 就已經好了 是不是已經補補的 它的型都有出來 那剛剛我們的牛頭 已經塞好了 那它的 這個開口要怎麼辦 一定要把它縫起來喔 好 那我們縫 開始 用一般的縫法 就是把那個 棉花 縫起來 也不用把嘴巴縫得很緊啦 這樣 鬆鬆的 因為不用拉太緊 拉太緊的話它下巴會 會這樣 皺上去 所以我就故意都把它 縫得這樣鬆鬆的就好了 然後拉太緊 緊張就可以了 因為它等一下會跟嘴巴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它就攤不到了 我們最主要是 弄起來 是要讓它們聽 它不會打出來而已 好 那我們就把 線頭藏起來 把它緊緊這樣 好 然後你們嘴巴 我們稍微 摸一下 好 所以 我們現在來 有一個 嘴巴也按摸 所以 可以做一些 喘嘴巴 做一些 讓我們可以放下 一起 在這裡 我們可以放下 都會讓我們 等下 打我們的 河山 有一個 我們可以放下 我去帮我跟女生姐发 姐发已经都光好了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牛要什麼 牛餅子 要鼻孔 好 那我們要幫我們 縫兩個叉叉 然後我們首先 拿咖啡色的線 我是用咖啡色的線 然後我們要讓它有那個 比較粗的感覺 所以我穿了四線 四條線 那這樣我要做的時候 可以直接一條 我是覺得四條線也剛剛好 那這樣打擦它想像一個 速度才會 看起來會比較好 這麼重要 然後先對一下你的嘴巴上下 先跟你的鼻孔 稍微 跟你的鼻孔 然後我要對一下 但是要上面還是要下面 然後我自己看一下 捧的時候捧把它 這樣比較對稱的 然後我開始來捧它 然後擦擦它 就依自己這樣 感覺 這樣我會拿咖啞的線 然後讓它比較讓大家感到 所以我會捧長一點 因為你朋友有棉花 三棉花所以你要捧長一點 那這樣擦擦的感覺才看得出來 這樣子 就過來 那你就是下面這個地方 就跟它的長度一樣 好 擦擦擦出來了 擦擦出來 擦擦出來 我們後面把它拉緊 先擦解 然後我把它拉緊下去 然後我就 扭嘴巴這樣 第一種就很自然變成立 然後我們就把它捧點掉 那另外一邊 一樣喔 教大家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怎麼樣跟它一樣 然後就是用你的針 稍微比一下它的距離 然後也是在這裡 那我以前做一個鏡頭 好 好 好 這邊 來 這樣一邊擦擦 好 如果 啊 或是不太 不會 還是覺得高度不一樣 所以一樣 對 這樣 這樣 是不是都出來了 那這樣我們的嘴巴跟牛頭 都已經完成了 再來我們的牛頭 它跟我們的嘴巴結合 然後我們的牛頭 跟嘴巴 就是我們剛剛 擦擦晃的地方 就是這樣 一樣 嘴子 跟腳一樣 嘴子 還要前看 後看喔 真的要我前看 好嗎 前面看就是要看它 以後跟牛頭 一樣 嘴子 它後面看 就看它嘴巴有沒有做出來 因為嘴巴一定會比 身體大一點點 但是你要把它調得平均 再來一個重點 就是下面 嘴巴跟牛頭的 下面要平均的對折起 好像 都看好了齁 那你要用 跟針固定線 這樣 可以說 它才不會 位置會卡掉 我會用出針固定在兩邊 對折起 後面的話 再把它放開 就要來 開始要縫 怎麼縫呢 就是用長針縫 或者你用你的方式 只要把 牛頭跟 牛嘴巴 可以 固定住就好了 好 那像我 我就是長針縫 因為長針縫 它就是不會看到我們的縫線 這樣就是幫忙 拉緊的時候 會不會看到 縫線 右邊已經縫好了 那我們要往左邊 這時候就是要對一下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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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可以 那我們繼續 後面的 紅起來 要長針縫也可以 或者一上一下 也可以 只要把現場的 什麼方法都可以 你把嘴巴 紅一圈就是了 下這裡就是要 牛鱗 牛鱗 牛鱗就是要先把這個環 穿在這個牛鱗上面 這樣 它它會癢癢癢 那先把我穿過的 魚線 好 那大約縫兩針到三針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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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打结就转两圈 拉紧 然后穿在布里面 那线头就是拉紧之后 它就绑进去了 就不见了 把它的流泪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钥匙缓 先把它套在这个缎带上 因为我在车的时候 就顺便把这个缎带车进去 那如果你们要做 不一定要像我这样用缎带 你们也可以自己用钥匙圈 可以自己绷在这上面 也可以当做钥匙圈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保力龙胶 这个是最容易拿得到的 那因为我这个 你们的眼睛后面有这个胶带 所以我要把它弄起来 买到的这个眼睛它会致敏 但是因为不够黏 我还是要上一点保力龙胶 会会比较害 像如果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 我会拿到一半眼睛掉下来 好 那我们这样把保力龙胶 在这个后面 把眼睛黏在这个叉叉 牛角眼睛叉叉叉 是一直线的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眼睛 好 这个眼睛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眼睛 那如果觉得它的睫毛 不够 不要把眼睛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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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每天带着他一起去工作 让你一整年忘不完哦